嘎那电影节最新一日 中国终于有拿得出手的作品碰一碰 唯一进主竞赛单元的将员录剧组来到红毯 张子怡获经厂压皱待遇 离婚后国际章回来了 一身紫黑色薄纱李群 简约大气 日前她就晒出嘎那之形的蜡 为了穿下李群只吃黄瓜 素颜出镜虽有岁月痕迹 但气质突出 更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今日红毯上更是魅力尽显 看来和汪离婚后 重归事业的张子怡找回了自己的重心 这一次将员弄来了两位女明星 另一位就是杨幂了 最近她的新剧《狐妖小红娘》正在热播 虽然剧情上观众略有诟病 但演狐狸这条赛道 杨幂还是最拿手的 这次嘎那红毯她仍旧保持了很好的状态 生徒直出美得不可芳目 另外该电影的另一位女儿赵丽颖 并没有出席本次红毯 有网友表示是害怕和杨幂同框 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 我们下次吃瓜时间再见 刘云 看不破 潺潺流水 真的穿过了 寻下一刻走 好像多年之后 你依然执着